剛才提到 曲添竹發現趙靖說謊 明明跟女人在做髒事 居然說老闆跟她開會 所以誰說趙靖不會說謊 但曲添竹決定不拆穿她 因為她覺得趙靖比較適合做老公 但她決定要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報復她一次 讓她戴綠帽也好 如何報復呢? 找一個優秀的男人 還是一個很低檔的男人去報復呢? 她想來想去 都覺得這兩個不是一個好方法 最後決定小人報仇十年未晚 到了第二天 兩個人上班之前 曲添竹的內心已經平靜很多 她又提起那張冥婚照片的事 趙靖說 不要想太多了 那些事騙人 反正以後不熟悉的郵件就不要看 直接關掉她 到了11月19日晚 趙靖又發了短訊 又說她在單位開會 趕不及回來 曲添竹馬上想起那件事 她們的上班是這樣上 這個星期上日休班 下個星期上夜班 如此類推 為何每次趙靖加班 都總是在她上日休班的星期 她和她的單位 其實是來得很近的 她懷疑 其實趙靖是否怕曲添竹 會突然撞她找她 所以故意安排呢? 她在電腦前面坐下 一邊上網一邊想 要不要去看看她究竟在做什麼呢? 萬一看到又是那些事後 又怎辦呢? 曲添竹不想當場大吵大鬧 看完只會自己不開心 想想這件事暫時不了了之 今次對著電腦 曲添竹不敢再登陸郵箱 她怕再次看到那種冥婚照 她在電腦上打開了一個 辦公室偷聞的小遊戲 想著玩起來 怎知玩玩一下 手機短訊突然啪一聲響 她以為是趙靖發短訊過來 拿起手機一看 是一條彩訊來的 她想都不想打開這條彩訊一看 死了!即時頭刀大賣 原來也是那張冥婚照 她連續把這條彩訊刪掉 心情一下子變得無比之陰暗 是誰這麼活該? 這個人究竟是誰? 這個人不僅知道她的郵箱地址 還知道她的手機號碼 以及這個人為何要不停向她發這張冥婚照 是想向她暗示什麼呢? 她越想越害怕 在這個時候 她多麼希望趙靖站在她身邊 在最初的時候 她之所以做了趙靖的女朋友 就是趙靖那身健美的身材 令她有一種安全感 曲添祝拿起電話 又是打趙靖的手機 響了半天 終於有人聽了 曲添祝說 喂,你何時才回來? 哎呀呀,別這麼大聲 會還未開完 等一會,Honey 收了線後 曲添祝四周圍看看 這間房間 就是他們準備用來結婚的新房 那幅牆剛剛游過 非常雪白 那些傢俬都是新買的 但她越看越覺得這個家裡很陌生 很凶曠 終於最後 她都穿了一件面衣 又拿起掛包 又去無數健身俱樂部 看看錶 這個時候是晚上的十點半 她剛剛走進俱樂部第一層大廳的時候 就聽聞們在會議室裡面 曲逐傳來的講話聲音 她的女動地走過去 在門口上面 AirPods 果然、整屋都在開會 他走出無儡傻俱樂部 在大門口 他想著等趙正出來 十多分鐘後 終於散會 俱樂部的員工陸陸陸逐走出來 趙正離遠見到曲添足,有點驚訝 即時問他 喂,為什麼你在這裡? 哎呀,我剛才收到那張冥婚照,嚇死我 我不敢一個人在家,然後來這裡等你 哎呀,你把他的郵箱拉入黑名單就可以了 不行啊 這次他的照片就發到我在手機裡面了 哎呀,你把他的手機號碼拉入黑名單就可以了 哎呀,沒用的 我覺得那雙眼 就躲在我們家,隨時偷窺我們 趙正忽然想到什麼 他跟著說 你把他的電話號碼告訴我 讓我打電話給他 我已經散了 哎呀,你下次不要散了 讓我約他出來 打他的刺,看他想怎樣 哼,你這個人就是大老粗 講打講殺 你不可以想想其他辦法嗎 那有的,明天我和你買個新電話卡 那他找不到你了 好啊 結果第二天 趙正真的買了一張新卡給曲添祝 他換了一個新號碼 去到11月22日的夜晚 那晚又是翻風 趙正的單位那晚有飯吃 他又不回來 家裡又剩下曲添祝一個人 那他端古今晚不會再收到那張冥婚照了吧 不過 他也把那個人的郵箱進入黑名單 又換了手機號碼 估計也沒有那麼黑 所以曲添祝鬆了一口氣 注意力轉移到趙正的身上 他就在想 你說今晚的趙正是不是又在說謊 誰知道想想 門口已經有腳步聲 估計是他回來了 曲添祝鬆起耳聽 就依稀聽到 有人好像念高的腳 在樓下慢慢走上來 故意不發出聲音 而且那些細碎的腳步聲 去到他家門口就停下了 不再向上走 亦沒有再向下走 曲添祝更害怕 這個人如果不是趙正 究竟是誰呢 曲添祝的心 嘗嘗嘗嘗跳 這個時候 是夜晚的10點51分 那些腳步聲 去到他家門口之後 就沒有了下紋 那個人好像 憑空消失了 曲添祝最後忍不住站起來 輕輕走到門邊 在貓眼向外面看 樓道裏面的樓梯燈真的穿著 但是 他卻看不到對面屋的門 那麼奇怪 好像中間有些東西擋住 啊 是被什麼擋住呢 好像是兩隻八字形的獠牙 不是 不可能是獠牙的 一定是某個東西的某個局部 那隻貓眼太小了 這東西又太大了 所以在貓眼上看出去 完全看不到全部 曲添祝 就看到了黑白粉的三色圖案 還有兩條血紅色的邊 梳在頭上的邊 最後 他忽然看到一張面 那張面是油滿了顏色的 而那些顏色 是油在一朵黑色的花上的 哎呀 一看到這樣 曲添祝即時 嘩聲大叫 那張冥婚照 居然來到他家門口 究竟是什麼回事 人客人沒有藥衣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回來再說 他說 他沒有詞 但他不講話 他看不懂 為了 找來 不聽